谢谢阿丽的介绍 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讲座 现在正是申请季嘛 然后EA的这个学生已经交了一批了 然后马上11月1号呢 又有一大批的学校要截止 就是早申请的这一批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继续来强调说 大学规划这件事情 是因为经常在大学申请的时候 我有很多学生会在那里说 老师我觉得我的活动表没有任何特色 怎么办没有任何亮点怎么办 或者老师你觉得我身上有什么特点 是特别能够拿出来讲的吗 其实这些问题很多应该早一点去回答 那这个时候这个申请规划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规划过程中 我们能够对于这些问题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回答 而且不用再说在申请的时候 说再去寻找说你的亮点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张图 这张图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不管我觉得不管大人小孩都知道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很多 很熟悉的这个角色 包括说美国队长 然后或者钢铁侠 然后或者雷神或者绿巨人 我每一讲这个 这每一个超级英雄的话 大家脑子里面都会有非常非常形象的 这个就是就记忆深刻 你知道他们每个超级英雄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钢铁侠 他就是这个geek 对吧 非常非常的聪明 虽然他自己天生没有这个超能力 但是他可以用他的各种技术 让他实现这些超能力 然后像雷神的话 那他就是天神 这个又是不一样的 然后绿巨人的这个特色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来做一个类比的话 我们在申请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就是自己能够 像一个每一个超级英雄一样 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特色 那这个呢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学校的话 他要招一批这个优秀的学生的话 他其实也在像招一个这个英雄战队差不多 那你不可能招一批一模一样的 这个全是钢铁侠 你需要一个不同 有不同技能的这个学生团队 那他可以组成一个更加有特色的这个团体 而且可以做更多更不一样的这个 怎么讲各方面的贡献 你不希望说都招到这个钢铁侠 或者都招到绿巨人 所以呢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申请者的角度来讲 是可以去理解说 OK 你不要看着说 OK 这个学生进这个学校是这样子的 那我是不是一样化葫芦 我也可以去进这个学校 不一定的 而且你要相信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是最独特的 这个其实是最吸引人的 那另一个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这些超级英雄 就是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们特点非常非常的突出 而且不会说是 就大家都一样 那其实就没有办法区分了 那但是因为这个个性很突出 所以让人印象很深刻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希望在这个申请里面 去打造的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在申请表里面 想要去呈现的就是 我是谁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那这些都是会 我们把它叫做application persona 对吧 那这些persona就是我们要去塑造的 所以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来看一些数据啊 就是第一 是这个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这个顶级名校的申请人数 这个是最近这五年学校的这个申请人数 你可以看到一直在涨 尤其是这个申请这个腾校的学生 也一直在涨 那这个其实告诉我们是说 确实优秀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那你在这些优秀学生中里面 怎么样去能够让人家来挑你 而不是别人 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靠GPA 或者靠AP 这些简单的这个数字 可以去让你够大家自己来胜出的 就算你比如说像这个UC Berkeley UC LA这些这个公立学校 你也会看到超过十万的申请人数 那你怎么样在这十万人里面 去把自己给拖映而出 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申请里面 需要去想说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怎么能够让这个招生官 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这个招生的这个录取比例呢 就是已经降到百分之四 或者百分之五 就是这种历史低点了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比如说Harvard吧 这六万人申请对吧 那这个六万人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4.0以上的这个学生 不是说这里面有一大堆那个 所以同样你在比拼的是说 你怎么样从这个高的 这么多申请人数里面 怎么样进到下一个 那这个是我们要来看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招生办里面 大家是怎么来看这个申请表的 我找了一份这个申请表 这个是招生办看到的一个 申请表的样子 大概呢 每一个学生的这个申请表 会是10到15页左右的这个长度 那这个里面包括说 除了有一般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 你的学校的这个排名 然后呢 你的这个活动表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活动表 然后包括你的文书 可能是两到五篇 然后这个后面 还有这个老师的推荐信 可能是一到四篇 最后可能有的学校 还会有面试 还会有面试官提交的 一个面试报告 所以这么长的一个申请表里面 那大家来猜一下 说这些申请表 到底有多长时间 是招生官真的花在 每一份申请表上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一起来做一下数学题 我拿了两个例子 来给大家一起来算一下 第一个是Swasmore College 它是宾州一个大概排名前五的一个文理学院 是一个非常好的文理学院 那这个数据是 是一次采访 就是招生官那边得来的 那他们学校的这个录取呢 每个学校其实有不同的录取方式 有的学校呢 是按地区去阅读的 可能一个招生官就决定了 有的学校呢是比如说是两个招生官来决定 然后有的学校可能是有一个组委会一样的 那在这个学校里面呢 他们是一对招生官来共同看一份申请 然后决定这个人录还是不录 那他们一对招生官一天要看多少份申请呢 大概是90份申请 那假设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八个小时一天的话 正常工作你也不期待这个招生官 晚上也不睡觉的在那里看申请对吧 所以这个八个小时一天的话 两个招生官一天看90份申请 我们来算一下八个小时乘以60分钟 再乘以两个人 然后除以90个申请的话 花在一份申请上的时间就只有10.6分钟 你要在这10分钟里面把这刚才的那个 十几页的这个申请表给看清楚 而且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文字 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上面如果你很难一下让招生官 能够总结出来说OK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设 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个性特别突出的话 其实你就是OK 差不多跟大家都没什么差别 那你很难从这些人里面去跳出来的 因为你面临的就是这么大 这么低的录取率 10%以下的这种名项里面都10%以下 你怎么能够从跟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being good is not enough 不是你说你好就可以了 你必须being great 你才能从这个里面去跳出来 而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了这个GPA口试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在申请表里面 就是如果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的话 就在这个中间里面就这么一丁点 就考试分数 然后你的这个排名是多少 在这个里面 可能招生官花的时间都不到10秒 所以你要知道说OK 我在这个招生官里面 大部分其实去申请名校的人 都是成绩都差不多的 都4点多对吧 像UC Berkeley 去年50%的学生都已经超过4.0了 所以怎么样人家从这个里面把你挑出来 其实最后就是说大家一天工作结束之后 你还能被记得多少 你有多印象的深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是文理学院 其实文理学院是已经出了名的 就是仔细阅读学生的申请 包括这个文书是在这个申请的比重里面 占的比例可能更大一些 因为他更在乎说你这个学生的个性 跟我们学校符合不符合 但就算是这样 这个学生一份申请才十几分钟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UCLA这个申请 有多少人申请 然后每一份申请大概有多少时间 我们就以去年这个申请的学生来讲好了 去年的话将近有14万学生申请 那这14万申请标里面 它是大概是 就UC的节省期都是11月30号 那假设它是3月15号左右 开始整理要放榜嘛 那这个中间 11月30号到第二年的3月15号的话 中间算了一下 大概有105个工作日 那这105个工作日的话 每天就算招生官干的事情 就只有读申请这件事情 那别说他就infosession啊 或者学生有问很多问题啊 这些东西都不算 就算他每天就是干申请这一件事情 然后一天就要读1328份申请 而且要在这1328份申请里面决定 平均啊 平均大概要做143个 就是我录取谁 就要从这1328份里面挑出来 那假设招生班一般不会有这么多的 这个招生官啊 就是可能在招生季的时候 会多招一些就是part time的reader 那这些假设UCLA录招了20个人一起来 就专门读申请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算一下 那这个1328除以20的话 也就是每个招生官一天 大概要读67份申请 剩一个招生官 那假设他是8个小时 还是8个小时算的话 8个小时乘以60分钟 除以67个申请的话 每一份申请大概有7.2分钟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OK如果你还想着说招生官 看了一遍你的申请文 申请了这些材料之后 再去看第二遍 这个是很难的 这十几页的这个材料里面 你一下读下去 就是要让人家能够很快 在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说 OK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你没有特色的话 这基本上就是过去了pass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回来 反复的反除说 我能在这个学生身上 找到什么样的亮点 然后我非得找一个理由去录它 而且呢大部分学校 都是用一个叫 Holistic Admission 也就是说 这些学校不是单纯的 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说 OK你GPA多少 别画多少 然后我就大部分决定来说 你是录还是不录 对吧 大部分学校像 就基本上 我觉得前20的学校 然后很多的这个 就也不止吧 反正说基本上 大部分美国的好一点的学校吧 可能前50 他们都会在这个上面说 我们是用一个 Holistic Admission 所谓Holistic Admission 就是说他们看申请表里面 是把你看成 就是整体的一个人来评估的 他要从这些老师的 这个字里行间 你的活动列表 你的文书里面 去总结出来说 OK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这个是 Stanford网站上这个区域 就是quote过来的 他们是怎么看申请的 那你不光是说 这个申请表上 要能够知道说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比较突出 而且呢 就是这个不同的 这个piece之间 就是刚才我们申请表上 也看到 不光你自己 自己陈述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老师也会 给你评估一个什么样的人 甚至面试官 他也会给你写一个 这个申请 就是面试报告 来说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些人设之间 是否是统一的 协调的就是一个人 所以在这个申请里面 其实你只能是be honest 不然的话 你很难伪装成说 OK我把自己 就是叫什么来着 大家都知道 打造人设 明星可以打造人设 我把自己 往这方面打造一下就可以 那很难的 其实招生官 做了这么多年招生了 看人都是一个一个准的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其实做真实的自己 是最最最简便的方式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就是这个申请标里面 其实这个portion 就是每一个上行站的面积 大家只能作为参考吧 包括现在标画的话 像UC可能就不作为 这个考虑的范围 那其他部分都会 就是相应的增长一些 那这个里面 其实招生官 所谓holistic 就是不看这是 只是看体质 或者只是看标画 这两件事情 你会看到有好多的这个东西 都是进入考虑的 所以我们在做 整体的这个规划 包括说准备的时候 也要去兼顾到 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方面 所以刚才说到了 这么多的这个申请的材料 这么多需要考虑的方面 你怎么能够让招生官 在短时间里面 帮你从这么多的申请者里面 去挑出来说 我就把你放在说 这个学生 我肯定想录的 我觉得这个很难吧 你想你一天 要做多少个决定 一千多个决定 对不对 那就一个老师吧 67个学生 你要决定这个学生 录过还是不录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的 所以你要在这个里面 能够让人家马上 就是非常果断 把你放在这个 录取的这个pile里面 这个还是要自己 能够让人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那怎么样能够 给人留下印象深刻呢 其实刚才说了嘛 你有一个清晰的人设的话 就能够让人家 记得很清楚 对吧 如果他可能一下没有办法决定 对吧 放在就是他可能 一般招生官是这样子的嘛 这个学生特别特别特别 肯定会录的 然后就录了 这个学生肯定不行 就肯定不录了 肯定还有好多学生 在这个中间挡 就放在那里 可录可不录 对吧 那当他到了这个下班的时候 说我今天必须得做出 多少个录取的决定 他在想说 OK 我要录谁的时候 他从这里面去翻出来 说我把谁在的这个事情 再看第二眼 决定他录不录的话 那其实你就要在前面 第一遍读的时候 就能够让人家留下 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这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是一 你突出特色 对吧 就像刚才说的 你不管是钢铁侠 或者你是美国队长 对吧 我大概脑子里面有个印象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就可以很快的 把你从这里面挑出来 你要有自己的突出的特色 那这个突出的特色 从好几个方向 可以去体现的 一个是明确的兴趣爱好 就我知道你是喜欢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扎实的专业基础 就是说你的兴趣爱好好的方面 你有很扎实的这个专业知识 这个其实体现在好多 比如说你的课啊 你的这些竞赛啊 这些里面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还要需要有这个具体的实践精力 帮你去背书你的这个特色 你不可能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没有任何的精力 去背书的话 其实这也挺难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因为我说了这么多学生 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你光有一方面其实可能还比较难 让人留下印象深刻 一般来说我们会需要找一个 比较立体的人格 也就是说你在这几个方向 都能够有比较突出的印象 那这个举几个例子啊 下面来讲 比如说我读完这个申请表了之后 对吧 我就发现我这个学生 他其实对植物特别感兴趣 然后生物课也学得特别好 而且他呢 在这些就是兴趣爱好啊 或者文书或者活动里面 就一一表达就是说 对亚马逊的这个热带雨林的 这个关心 然后呢 也去做了一些实践活动 那其实我可以很快的就是说 留下一个印象 就一句话嘛 就是他是一个致力于拯救 亚马逊热带雨林的 一个植物学家 对吧 这个大概是我对他的印象 然后其他的GPA 可能都我说了嘛 就是如果GPA真的不过关的话 肯定不到这里了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说 OK 这个学生想学经济啊 这个经济科学的不错 AP 自己为官宏官都学了 然后呢 还去自己做了一些 这个相关的这个实习活动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学生还对这个公平贸易 特别特别感兴趣 他在这个他的活动过程中 就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然后也去做了很多这个 课外活动 那我就可以比较快的 总结出来说 OK 这个学生就是一个比较热衷于 推重公平贸易的一个经济学者 对吧 这也是一个挺 一句话可以概括的 那我待会可以去把这个学生 肉咯咯咯咯咯找出来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OK 这个学生呢 他特别特别喜欢的音乐 然后呢 除了喜欢音乐之外呢 他对这个环境还特别关心 然后呢 他将来 就是可能想在环境工程这一方面 去做一些贡献 那所以这些其实 如果你的申请表里面的信息 非常的琐碎 就冬一点 细一点 冬一耙 细一耙的 我其实很难直接把它概括从这个 一个很清晰的这个形象 你是谁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这个 做申请的时候 所谓申请 其实我们也是在做包装 比如包装的话 怎么把你包装成一个 能够非常快的 让人总结出来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 一个品牌 对吧 你有一个slogan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很重要一点是真实 又回到说这个 其实招生官看的 这个申请特别特别多 有哪些经历是你造出来的 或者你是 就是为了去 怎么讲的 就是为了去把这个活动表 填的完整一些 然后就做了一些这些事情 其实我也能够看出来 你到底在这个里面 有多少的热忱 所谓致力于或者热衷于 能让我得出这个结论 我一定肯定在你的活动表 或者你的文书里 不只看到过一次 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复 出现的东西 如果你只是偶尔那个 说一说 然后你还非得把自己 说成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两个学生的活动表吧 第一个 这个学生呢 最后去了Yale 当然他还录了一些 别的学校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说 刚才说的这些关键词 就是你的人物 IP观点词 或者你的人设是什么 其实是在你的活动表里面 是可以 很快就可以总结出来的 那这个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活动表 当然还有文书 文书里面其实是给你一个机会 去陈述说 OK 你是为什么选择做这些事情 对吧 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个更全面的这个版图 那光看活动表 其实我就能够做出很多很多的判断 我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了 就是第一个 其实这个学生是学理科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他的这些活动里面 其实有一些理科的竞赛 然后呢 有一些这个 理科的科研 当然他还没有到说 这个拿国际金牌啊 或者这种最顶尖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金奖啊 这些里面 最高其实也就是 Qualify for AIME 然后他自己特色里面 花时间最多的是一个做科学研究 他从九年级暑假开始做一个 从他们这个生物老师这边开始 去跟着生物老师做一个 就是暑期的研究 到后来就是啊 十年级暑假跟着当地的一个 就是啊 Community College里面的教授 去接着做一些研究 到最后到十一年级的暑假的时候 他是去了 就MSU一个比较selective的这个 Summer Camp 去做这个科学研究 就这个是他花时间最多的 那第一部分的这些 前面其实比如说 Chris Ball啊 Science Olympia啊 可能是比较早一些 就是九年级十年级时候做的积累 然后后面的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做科学研究 时间花的比较多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比较清楚的 我可以看到这个学生 OK 呃 李克方向就特别明确的 这个兴趣二号 而且呢 做了比较多的积累 就从九年级就开始了 不是说啊 十年级才突发奇想 或十一年级才突发奇想 说我去参加这个什么东西吧 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位学生 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 当然也不是说最突出的 就没有说去卡内基后啊 什么去perform 或者真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艺术造诣非常非常强 他就是喜欢音乐 他做两件事情 一个当然是可能从小开始练嘛 然后去了这个州 州里面的 他的最高的这些级别 其实都在州啊 或者东北这个区域里面 地区里面的去参加一些 performance 然后呢他自己创建了一个 嗯 一个小小小的band吧 然后就是给这个啊 去当地的一些图书馆 去做演出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收入就是 啊 其实有点类似于公益的 就是他自己课外做了一件事情 但他就是啊 做了也有一些时间 所以啊 因为他喜欢音乐嘛 所以他也不觉得那是件事 所以他就自己去给那些啊 那就是library 去做那个performance 也没有说做很多个 一开始就是当地的 一个library 然后后来可能有一些 别的library 发现这个形式还不错的 又contact他去说 去做表演 所以这个又是 嗯 另一个这个啊 呃 就是比较突出的 呃 关键词 就是他还挺喜欢音乐的 就我能够从这个活动表里面 马上得出这个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他的那个 课外活动的这个啊 呃 community service 所谓的就是 community service里面 他有好几个 就是不光他是参加 他是拿到了那个national honor society 对吧 然后呢 他还自己呃参加一个呃 就是其实是一个呃 应该是学校里面的这个社团 就是去帮助这个其他的这个青少年 在他们那个地区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呃 他还是当地的一个NGO 就是呃 才参与蛮久的 就那个NGO 一直去帮助那个呃 呃 怎么讲 就是比较贫困的学生吧 就他的community service 呃 有一个很突出的特色 就不是我一会儿去环保了 我一会儿去那个拯救什么野生动物了 或者我一会儿去关注呃 女性这个呃 性别平等了 他挺突出的就是都集中在 帮助这个弱势群体 然后是在教育这个方向的 所以我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ok这个学生 他呃 很关心这个社群 而且呢 他很关心这个教育这个方向 所以那其他他可能还有一些 学校的这个活动嘛 比如说他也参加一些学校的体育活动啊 什么的 但这些都会在活动表里面排在比较后面 但我可以从前面三个呃 大的category里面 就可以总结出来他的关键词了 就这个学生 ok 啊 science非常solid 对不对 然后呢 还很喜欢音乐 就他还挺有意思的 就多方面有 我刚才说的这个立体人格啊 不是说 哎呀 我就是 我是学霸 就这么一件事情 那你光是学霸不行 你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啊 你作为一个人 你有多方面的嘛 你可能还喜欢音乐 然后我也知道说 ok你比较关心这个社会里面 关于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 而且他都是帮助青少年 不是说去帮助老年人啊 什么或者帮助残障人士啊 还是比较有突出的一个群体的 就这些他关注的 那我知道说 ok你比较关心这一群人 对吧 所以这个是比较清楚的 活动表大家都十个嘛 然后我把哪些放在上面 他可能做的活动比这个还多 但不一定都会放在信息表上面 因为有时候信息太多 反而就是啊 上次的这个重点 我们刚才说了嘛 你要能够把这些关键词给找出来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学生 这个是一个卫斯里的学生 呃女生 然后呃我用呃 这学生呢相对来说 他的活动会稍微分散一点点 你会看到他的很多活动 其实呃都是停留在学校里面的 其实呃学校里面东西比较多 但是这个里面因为就是他对这个呃 经济跟呃商业比较感兴趣 他还是有一些活动 就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可以看出来的 就是我用蓝色来表示了 他参加了学校的这个呃 就是商业比赛 对吧 然后呢 他也就刚才说了 他比较关心这个公平贸易嘛 所以他自己在学校里面 办了这么一个社团 去recruit别的学生 去做这方面的这个呃 宣传 然后呢 他还自己做了一个research 就是关于这个fair trade 因为这个呃很多的问题 其实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你可以你要去了解他的话 你就去做一些研究 他做了一个independent research 然后呢 暑假的时候 他也去参加了一个跟这个呃 呃finance 跟比较相关的一个实习 相对来说就是他的活动 还是有一个主题在里面的 不像刚才啊 那个学生 就是啊 那其实刚才那个学生 要达到三方面都很突出的话 你去算一算时间的话 其实就是真的很牛 对吧 那大部分学生可能没有在那个 但是我也至少在这个活动表里面 能够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这个呃主题 就是我特别清楚说 OK 你这个学生呃 对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 对吧 在哪个地方参与比较多 所以呃千万不要就是 叫什么来着呃 以前会说这个全面发展 对吧 我有艺术 有运动 然后有这个社团 我有领导力 我有什么 什么都有 然后什么都去参加 一个我有竞赛 然后我有下校 然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主题的话 那你放在这里就是一攀散沙 我看完之后 就不会留下任何的这个深刻印象 因为我是我 就人的大脑 你需要不停的这个刺激 我才知道说OK 你就是有这个特色的 我才能够从这个里面 去得出这个结论 所以大家在这个里面 呃 在平时做积累的时候 是要有方向性的去做积累 然后呢 呃 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的 那后面我们来讲这个规划的时候 也会知道说OK 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 因为你不是说这些活动 你要到这个级别 你就一下去做的时候 就能到这个级别 比如说这个学生 他做了这个啊 Scientific Research 他从九年级就开始了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一直开始对吧 然后包括有的学生 可能做这个经济学的研究 然后可能后面会跟 一些MIT的教授去做 甚至是诺贝尔会 获奖者去做一些呃研究 这个也不是说 哦 以下你就十一年级 就十一年级突然间拍脑袋想说 我想做这个 你就能做了 不好意思 You're not qualified 对吧 你要在一步一步 在这个中间去积累 然后这样能够到最后 到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这个活动里面 才能去呃体现 然后呃 刚才说了嘛 就是呃 其实这些活动表 你要怎么看都可以 怎么研究都可以 没有办法在一个学生申请里面 找到一模一样的活动表的 然后有的家长 或者呃 就学生 就是会觉得说 啊 那这个申请表不是我自己写的吗 其实美国需要不会去查 你到底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有没有证书 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啊 就是可以证明你做过这件事情 有家人就觉得说 OK那我自己来给造个人设行不行 其实挺难的 尤其是呃 现在的话 这样像疫情期间 很多学校都把这个标画变成可选 可选项了 然后呢 很多学校也给了这个面试的渠道 就是可以多一条途径来证明 OK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面试就是一个很好的 让人家记得你的机会 那这个面试的时候 其实赵生官呃 那个面试官也在评估你 就这里有画了一些红线吧 就他会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 去评估一个 你是像什么样的人 他也会总结一些关键词 然后这些关键词 最后也会出现在你的申请表上 我刚才说了嘛 最好的就是 你前面的自我表现的那些东西 你的经历 跟这个面试官 包括老师的推荐信里面 他是一个人 他不像是两个人身上来的 两个人身上来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 hurt你的application 你你就是很难说 OK我自己把自己包装的漂亮一点 很难的你也不能说 老师你给我不要包装好一点 申请老师找个牛一点 你给我弄一点出来 其实老师能做的也很有限 因为还有其他的 是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申请里面 把控的东西 就是老师推荐信 面试的时候 赵生官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那这些都会成为 你在这个里面申请的这个关键词 那我们怎么样去在申请的时候 能够达到这些关键词 其实就是升学规划 里面要去做的几件事情 我们来总结一下 升学规划在做什么 很多很多那个家长会来问我说 这个升学规划到底有什么用啊 那个我们那个到时候 不是还是申请表那些事情吗 对吧 其实升学规划不是说 告诉你上什么课 然后选什么活动 这么简单 其实他在里面做好几件事情 第一件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挖掘你内在的特质 为什么要去挖掘内在特质 因为只有当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的特长跟你做的事情 相统一的时候 你学生才能在这个里面 激发出你的自屈力 才能在这个活动里面 做的更长久 然后呢 你达到了这个深度跟高度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一直在补自己的短板 就是非得硬是这个拽自己的短板的话 其实你能够在 因为你时间就这么三年 那这三年里面 你把短板补齐的 也就是跟其他人一样长 你没有办法把自己 拔成自己的这个特色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升学的这个规划里面 会去做的 就是怎么样去挖掘 每一个学生自己的特色 然后怎么样 根据这个学生的特色 来看一下 OK我们哪个方向去发展 会更好一些 第二个就是积累实践的经历 刚才说的 这些活动表 不是凭空出来的 不是你就到时候申请的时候 编一编写一写就可以的 这些都是这个实践经历 那这些经历 不是你到了十一年级的时候 说 老师 我想去做这么一个活动 行不行啊 可以啊 但是你的积累 就是只有一年 你可以看到 很多这种静明校的学生 在至少一两个活动上 都会有超过两三年的这个积累的 你没有办法说 OK我就靠这个半年的这个活动 就把这个东西给起来了 而且这个经历 我刚才说 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活动 你要通过不同的活动去 共同去打造这个关键词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说 十一年一年的时间里面 就算你把所有的快活动都拿出来 你也做不出那么多的 那你必须把它化整为零 分散到每一年 慢慢慢慢的把它积累成你的简历 这个是一个就是升学规划里面 我们在做的 就是不要说 OK我九年级就是管学校的这个GPA 别的啥都不管 对吧 然后十年级我就管标划 然后啥也不管 十一年级我开始来想一想 这些我都搞定了 我来搞一些这个课外活动 行不行啊 然后那这个其实是能做 但是这个积累是有限的 那我们就是要在升学规划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都分散到每一年里面 你去把它慢慢积累出来 这个是我觉得生活规划里面 做的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通过这些 积累跟打造 就是经历吧 你能够真正把自己的人物IP 给整理出来 不是到了申请的时候 说老师 你觉得我这身上有啥 那个可以突出的 那老师也是刚认识你几个月 就是不可能说啊 这个里面 马上就能够给你 就是找的特别特别好 对不对 而且你的我刚才说的申请 又不是只看你自己写什么 你都在那个上面列着 这些经历都是这个人物IP 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所以在这个升学规划里面 你把这些东西都理清楚了之后 其实到十一年级末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这个自我认知吧 那这个自我认知 不光有益于申请表的这个写作 其实就是你在陈述自己嘛 把自己做成一个case 你把自己如何呈现出来 这个如果你很清楚 那不管写文书也好 挑学校也好 都容易好多倍 另一个我觉得是更长远的 就是我们上大学不就是为了 上大学以后能够做得更好吗 你在这个现在就把自己的一些特色 以及自我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喜欢什么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都梳理清楚的话 其实到了大学 你就可以更有效的利用 这个学校的资源 而不是在大学里面 先第一年第二年 先混 就是在里面摸索 对吧 那你的时间过去了 跟别人一下就很清楚的 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那最后能够达到四年以后的 这个高度也是不一样的 记得之前哈尔伯 应该有做过一些实验嘛 就最终实验 那些对于这个学生目标 特别清楚的清晰的学生 他们最后的这个获得的成就 也会更加清楚一些 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我们不时的要问自己 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可能对于十几岁的 青少年来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很多人我觉得活到二十三四岁 可能还没活明白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比别人 有什么突出的特色 然后都是靠外界的评价 来塑造自我的这个价值感 那这个是很脆弱的 那其实你在这个中间 我觉得去培养一个人的话 他很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内核要很 要很实 然后这个十是我的自信的来源 我能够很清楚 我自己是谁 那这个对于人的长远 是很有发展必要的 然后第四点 我写在这里 就是提前适应名校的学习状态 因为我们在升学规划的时候 其实是会 按照这个名校的要求 来培养你的 为什么说 就什么样的是最好的 人生呢 就是你把自己变成 他们一模一样的人 你在这个中间 就是已经适应了他们的这种学习状态 你就是里面的一员了 那人家看见你就觉得 你是我们这一队的 对吧 你是我们这一趴的 我就能够把你录进来 所以在这个 升学规划的时候 我们也会对你提很多的要求 这些要求 会比一般的这个高中学生 对吧 会多一些 但是你要真的要去名校的话 你必须适应这种要求 就自我要求也好 或者外界的这个不同的方面 多管齐下吧 这个能力是要管理好的 那你才能够到名校 不是说 你进了名校 你就一定出来 就是一个人才了 说老实话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还是自己 在里面很重要的 那这些技能 你不要到了大学才练嘛 不是说了吗 你可以先提前练起来了 包括其实很多领导力啊 然后很多软性实际 其实在名校的录取里面 有很多是软性实际 那这些软性实际 不是说全是天生的 其实好多都是可以后天获得 它跟练肌肉是一样的 你可以通过训练 需要假以食 你也可以在这方面 把它练得很长 就这些软性实际 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划的过程中 给你提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我就是拿一个名校的学生要求来 你不是想去名校吗 那你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名校的学生 所以这个里面 我觉得就是我们想去名校 不就是想获得名校的那些 叫好的教育吗 那为什么不提前就开始享受呢 我觉得升学规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讲了这么多升学规划 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很多战争都会开始来问我了 那我们升学规划 这个怎么开始做呢 对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从九年级开始 这个升学规划 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逻辑链里面 从九年级开始怎么做 九年级的话 我遇到大部分学生 还是没有很清晰的这个星期安号 就是我大概不知道说 我怎么样 可能学校的科目我都挺优秀的 对吧 文科理科都挺都挺好的 但是没有明显的偏向对吧 很多时候就算学生有偏向 其实稍微就经不起检验吧 就是大部分学生对一些学课的偏向 一般来源于两个 一个是这个课的老师喜欢不喜欢 这个老师很大程度决定了说 我觉得这个课 我就是很喜欢的 然后我就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他就会觉得 我就是想干这个的 对吧 这是我的学生性去安好 或者是他脑子里面 对于将来有一些职业幻想 所谓叫幻想 就是他对这个职业 其实没有清晰的认识 小时候都说我想当科学家 科学家多酷啊 然后你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当科学家的料了 其实不是的 你到实验室去 你根本不了解实验室那些 没日没夜的那些研究 那其实这些东西不了解 所以他的这些兴趣爱好是 很多时候其实是不清晰的 那在九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不会排除所有的可能项 还是会鼓励学生广泛去探索的 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 九年级很重要一点 还需要就是打 打下这个扎实的学术基础 就是你这个课必须得学好了 这个学术基础很重要 因为一般来说 你进入一个新的学校 从初中到高中 你会有一个学术要求的提升 很多学生都会需要一个适应期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学生他可能这个学术表 就学术上也需要花一多一点时间 千万不要说因为适应期 然后一些课就掉下了 因为你后面在申请的时候 你除了这个要有4.0的GPA之外 你还有一些高阶的课程 就是难的课程 那如果这些基础课 九年级一般都是基础课 基础课都没有学好的话 那你下面基础不扎实的话 上面其实是学不好的 就你想学难一点的课 可能GPA也是上不去 然后呢 就是这个或者学校呢 就是不 就因为你基础课学的差 学校都不给你选一些这个难的课 觉得你handle不了 那就不给你 那你想学难一点课都没有办法学 所以这个时候九年级就是 我们要的第二个就是扎实的基础 要把这方面都去给打好 而第三就是全面发展 九年级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有多一些时间 可以去做一些探索 然后呢 多方面去做一些积累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们都在造楼 对不对 这些都在打地基 不管你是活动的这个地基 还是学术的地基 都在这边打 那第二个 就是刚才说了 学术兴趣爱好探索 这个是我们在九年级的规划里面 会相对的去引导的 就是OK 可能做一些测试啊 然后就是去跟你聊一聊 一些课程的反馈啊 你到底在这个里面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对吧 其实你喜欢一个课 理由不一样的话 我也可以知道说 OK你到底在这个方面 有没有这个长组发展的这个潜力 然后第三点 其实个人特质甄别 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也会用一些测试 或者包括说老师对于 老师也需要一个了解你的过程 对吧 这个了解过程中 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特质的真别 你在这些方面 可能有比较多的这个特长 可以慢慢的给你筛选赛道 对吧 赛道选择 我们其实八月底的时候 已经讲过一轮了 关于这个规划 那个时候是这个很想讲的 从不同的角度 讲不同的赛道 今天就是换一个角度 从时间这个纵轴的这个角度来讲 OK我们有什么样的赛道 就是我们从九年级到十年 你怎么样去在不同的赛道里面做积累 那这个九年级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点点就是初筛 还是要多积累 不要说马上筛选好一条赛道 我们就一条路走到黑 这个时候 其实你这个机会成本 到时候要换赛道的话 成本是很大 因为说其实很多学生 对于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 这个特长 没有特别清楚的了解 所以九年级 我们还是说把这些可能性都留着 然后我大概给你筛一筛 才说OK我往哪个方向走 同时阅读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尤其是名校 不是说你成为一个方向的专才就可以了 现在你去看名校好了 包括社会的需求 大家都需要的是说 你不光在一方面领域有专业知识 还需要有能够多方合作 就是叫什么跨界的那个能力 所以呢 这个要有不同的领域的涉猎 然后呢 诶 sorry 不同的知识的话也是很重要 包括一些美国的经典的文史阅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其实还是对这个 SAT啊 ACT的这个阅读 就是他们阅读 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文史方面的这个阅读 所以这一方面做一些积累是很重要 不光是对你的知识面有拓展 而且另一方面的话 我就说了你的阅读能力 也会在这个里面有所提升 那除了这些之外 在九年级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学生 可能在一些学习习惯啊 时间管理上 因为我刚才说了 你后面要管理这么多不同的方向 对吧 你越到高年级你的学科越难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你的活动也越难 那你要在这方面都给他把控好的话 你没有好的时间管理能力 是很难的 我可以跟你讲 然后呢 所以在这个九年级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观察说 OK 学生你的时间管理能力怎么样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你会在这方面相对做一些积累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除了这个之外 一些沟通跟写作的这个训练 也是要去就是往下可以划下去的 因为写作你会发现到最后申请表 对吧 如果你不面试的话 全是靠你写出来的 那这个写作的话 这个写作能力会很重要 这些写作能力 包括说你后面 如果上AP历史啊 上AP什么啊 其他的literature 如果你的写作能力不行的话 那我觉得你要考到五分 或者你要拿到A加 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在九年级的时候 这些软性实力 我们也会做一些铺垫 然后呢 当然这个暑期是一大块的时间 所以九年级的规划里面 肯定会讲到这个暑假 要干一些什么 那这个是大概九年级升学规划里面 会覆盖的一些方面 然后十年级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 你已经全面发展了 老师对你也有一些 就是大概的初步的这个判断了 那我们在十年级 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去找到十到十二年级 我需要长期发展的 这个重心方向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个会成为你的关键词 那这个重心方向 如果多散了 那这个关键词很难总结 对不对 所以在十年级的时候 我们对一些课外活动 包括说这个兴趣的这个定选 就定向 以及这个赛道的这个选择 又会更清晰一些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很多学生都会在十年级 开始这个标划考试的准备 所以十年级里面 会有一个标划考试 这个规划的方向 然后第三个 关于大学专业的这个调查跟筛选 因为我们也在选 这个你刚才我说了嘛 这个往这个重点方向 那你得知道说 OK你要去的方向 是一个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也会安排一些 给学生说 OK你要去调查一些 这个学校的专业 因为这个不光是 帮学生去了解说 OK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调查过程 其实经常会遇到学生 给我的反馈是说 老师经过调查之后 好像发现 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专业 所以在十年级的时候 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去调整 然后呢 可能会给你一到两个方向 我大概的判断 对吧 然后你去 你去做一些调研 然后给我一些反馈 说OK 你对这个方面更感兴趣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里面 其实后面到申请记的时候 也会用到 你对这个专业 有一些什么样的认知 对吧 你为什么想学这个专业 这些都是会有积累的 那第四个就是 关于学校的调查了 就是学校可能会去 参加一些访校啊 然后甚至下校的时候 会顺便访问一下 这个学校的 这个周边的一些大学 那这个对 让你对这个学校 也有更深的印象 这有几个作用 一个作用是 让学生的目标更清晰 其实有很多家会说 学生自己好像 什么都不在乎 对吧 那你其实很多时候 访校是一个很好的 那个就是 机会让他对自己的目标 兴奋起来 就是把他带到 那个学校里面 然后呢 不要只是走马观花 去访学校 其实访校不是说 去看一下 这个学校的建筑怎么样啊 然后地有多大 有什么设施 其实很多时候 访校如果你安排的 很好的话 也可以有很深的 这个了解 那学生可以让他 去想象一下 自己在那个学校里面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有很多学生反馈回来 就是说 我去了这个学校之后 发现啊 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那这个是一方面的积累啊 就是对申请有用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对学生 自我的认知 也会很喜欢用 就是访问一些 不同类型的学校 你就会有不同的反馈 说OK 我喜欢什么样的学校 不喜欢什么样的学校 所以这个是 时间级 也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暑期规划 其实也是这个 我们先做一些 专业的调研 那我这个暑期 就不是随便挑一个 这个暑期活动去参加了 我可能说OK 这些活动你已经有了 然后你对这个专业 有一些了解了 那你现在觉得 对这个专业还有兴趣 那我们去参加一些 跟这些相关的 这个暑期活动 你可以去了解的更深入 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 然后我们再来反馈 那这个就不光在这个 刚才说的 这个时间上有了积累 然后呢 也在方向上 也更确定一些 那当然有一些 学有余力的学生 我们也会给推荐说 OK 你可以去读一些 这些专业方向的 这个书籍 因为这个专业 其实有很多 不同的这个维度 就你光说生物就好了 那生物好多 生物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生物信息 分子生物 然后遗传学 其他的 就是各种不同的领域 所以如果比如说 你真的还学有余力 就暑假 还有世界 那我们在平时 我可以推荐给你一些 书看 但是主要的还是前面几样 然后11年级 我刚才说了 那10年级 我们刚才经过这一轮之后 已经比较清楚 我的重点方向 那我要在这个重点方向 就是把自己推高到一个高度 这个11年级 要达到这个目的 包括最重要的 就是11年级 暑期的这个项目 因为这个暑期项目 可能是你 课外活动的最高点 那你的这个兴趣爱好方向 不管是说 你去参加一些顶尖的 这个学术 或者科研下校 或者你去实习 或者去工作 对吧 然后或者去参加一些 最高级别的竞赛 什么 可能都是在11年级 暑假的时候发生的 所以这个11年级的暑期 会特别特别重要 而且11年级 就是要完成一个标划的考试 其实很多学生 如果你把这个标划考试 在拖到12年级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紧张的 因为你心里没底 也不知道你自己能进去 什么学校 然后呢 你一方面要管学校 一方面要管这个申请 一方面还要管考试 其实这个我觉得 作为大人都是很难的 你别说这个孩子了 所以在11年级 我们希望学生 能够在这个标划完成 这个标划包括好多 包括SATR 然后APR 什么这些 然后呢 如果你对这个大学专业 已经差不多清楚了 那其实专业下面 我刚才说了 还有好多细分的 那我会再push你一下 说OK 往这个细分的角度 我们再去做一些调查 根据我们的反馈 跟你的兴趣暗号 对吧 我可以指着你说 往这个方向 再去趁入调查一下 然后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后面的选学校 也是很有用的 然后说到最后 还是这个大学 YSA对吧 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 其实每个学校可能 还是在不同的方向 有不一样的 对吧 就是每个学校诺贝尔 获奖者都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的这个研究方向 也是很细的 如果你真的对某一个方向 特别特别感兴趣 还是到时候YSA就更好些了 就是因为你清楚啊 说不是因为 你们生物项目好 那你们生物项目什么好呢 对吧 那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对自己 有更清晰的认知 对对方有更清晰的认知 那就到时候 这个写SA就轻松了 可能还会涉及到 就是这看学生的 这个完成程度啊 就觉得学生就可以开始 做一些就是啊 大学的这个申请前期的 一些准备 包括可能你都可以开始 都了解了这些之后 你想写文书的话 写YSA的话 其实可以开始写的 但是啊 看学生 就是因为实际年级 很忙很忙 你要把标划考完 然后实际年级的课的 这个GPA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基本上啊 不要有失误 所以在这个里面啊 时间有 如果能多出来的话 你可以多读一些 专业相关的数据 然后呢可以做一些大学申请 相关的这个工作 那这样子的话 给申请记减一些压力 因为YSA 大家都会在这个 啊 personal statement 花很多很多时间 但事实上 YSA 对于这个学校来说 更重要 然后 YSA 很多学生都会写成 八股文一样 就是因为 其实都了解个皮毛 然后最后 我就非得自己说 啊 你是我的唯一 这个很难的 所以啊 这个部分 如果你能在十年 你把这个工作做到位的话 你可以在YSA上 多花点时间 对 这是十一年级的 这个规划 那这个就是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这个整体的 这个规划的 一个走向 暑假的话 就是 我刚才说了 其实在申请里面 你要管多方面嘛 除了有学术 有标划 有课外活动 有兴趣 然后有大学申请 然后暑假很重要 就是因为 暑假其实是 最大快的 这个课议时间 所以这个暑假的规划 会很重要 你到底在这个暑假里面 去花什么 你什么东西都要 其实都要放在这个里面 包括我都会经常鼓励 学生在 每个暑假里面 挤出一块时间来 预习下个学年的 这个课程 因为如果你想 学难一点的课程的话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就是这样可以保证 你到时候GPA 是比较好的 那这方面都要在 这个每一年的暑假里面 还规划好 所以每年的暑假 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这也是规划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最后来讲一下 这个九年级 跟十一年级 规划开始的这个差别吧 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连都用比喻 假设了你把这个申请老师 当做一个厨师的话 那你在这个 九年级来找我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给你开菜单 觉得你是比较适合 做中式菜品 还是西式菜品 对吧 那我可以给你 大概定个方向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超市采购 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的 你现在都可以去做 通过九十十一这三年 慢慢去积累 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挖掘 OK你自己的这个IP是特色是什么 对吧 你到时候是做成一个买汉全席 还是做一个就是东北乱顿 对吧 这个就是可以去买菜 你是可以随都可以去挑的 而且呢 刚才说到了 其实学生要兼顾的方向 还是比较多的 那规划老师很大一块 就是帮你在这个方面 能够面面顾及到 然后呢 把它化整为零 这样可以变成可控的这个进步 而不是说 我一下要拔到这么高的高度 然后呢 活动积累也会有比较多的深度 就是有历史有深度 有时间也有这个深度跟高度 其实所谓深度跟高度的话 你如果去面试 稍微一面就知道了 你这事情是做过的 还是搭便车做的 还是说 你真的自己有很多很多思考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你写文书也是这样 写文书经常会需要写一个活动 那你这个活动里面 参与到什么程度 你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这个是必须得做出来 才能写出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学术短板 如果有遇到困难的话 这个不可避免嘛 就是这个学生 可能在这一科科上 刚好遇上科吧 这个学期 那有规划老师 可以帮你在这方面说 赶紧我们来想一些办法 把这个漏洞给补起 千万不要说 现在就把这个漏洞留着 那你等后面 在越造越高的时候 这个楼就要倒了 那11年级的话 你现在我这个厨师 对吧 你来找我的话 我就问你说 你家冰箱里面有什么 对吧 我能怎么做菜 那你要是只是这个 只有一点点蔬菜 对吧 你非得让我变一个肉 猜出来 那我也变不出来 说老实话 我就是从你已有的经历里面 去挑这个关键词 说OK 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 就是叫什么 全速大餐吧 对吧 我是能够变得 把这个东西变得好看一点点 然后能够变出一道菜来 但是我也是只能从你冰箱里 有什么 来做这个 来做这道菜 对吧 有什么关键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都是做这个 理科方向的 对吧 全是这个计算机啊 什么的 然后回头你来跟我问我一下 说老师啊 我能不能就是我想进冰箱 我要不然申请一个冷门专业啊 我来换一换 对吧 我能不能进去啊 这个很难 就跟你披萨 就什么 你冰箱里面已经放了一个披萨 说老师 你把我这个披萨变成意大利面吧 对吧 我也变不出来 说老实话 就是这个大厨 他有能力吧 你的就是这些食材 做的好看一点的菜 但是说老实话就是也是有限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十一年级你来找我的时候呢 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做了啊 那可能就是老师说 那我现在已经十一年级怎么办了呢 十一年级可能来找朱特华老师的时候呢 我还可以根据说 OK 根据你现在已有的这些东西 对吧 我们来数理一下这些关键词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雷点 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大的短板 对吧 我们可以是会成为地雷的 然后可以把这个地雷给排除掉 对吧 或者比如说 也有学生来找我 其实其他学术什么都挺好的了 对吧 课外活动可能比如说 以前都是在做一些竞赛来的 但是做这个社区服务这一块比较缺 对吧 那我们也知道名校 其实是比较讲究这个社区服务这一块的 因为他希望就是 你不光是一个聪明的人 而是一个聪明的对人类有用的人 对吧 那我可能还能给你指指方向 说OK 我们把一些活动去补一补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11年开始补呢 你不可能把这时间倒回过去嘛 你这个积累就是只有这么深 你这个就算现在开始建一个社团 重新开始做 你在这一年能够达到的积累 跟人家三年达到的积累 还是有差别的 然后遇到最难的一种情况 可能是学生来跟我说老师 这个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成绩对吧 都挺好看的对吧 但是呢 我一看没有难的课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是挺难的 因为你这个GPA很难回去对不对 或者你可能真的已经有C在成绩单上了 我又没有办法帮你往回弄对吧 有一些呢 可能可以通过考AP考试去把它给补起来 就是OK 可能你学校就是选了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AP考个五分 对吧 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就说11年级来找我 那我能帮你把这些东西变得更有条理 更就更好看 更有特色一些 但是有一些东西也是挺难的 就是它是有局限的 这个就是9年级跟11年级的差别 那9年级其实就是说OK 我们来一起做一道菜吧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超市采购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把它做出你想要的这个效果 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知道说OK 你是一个中式菜还是一个西式菜 或者你是一个叫什么来着 马安全席 还是你是一种这个东北论顿 对吧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跟9年级跟11年级里面很大的差别 就是你给这个厨师的空间有多少 对那最后来说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最合适 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我觉得7,8年级是比较合适的 7,8年级呢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高中的选学校 就是你在明确了自己的这个一些方向之后呢 其实学生的这个选学校也是有差别 比如说最近跟一个7年级的妈妈聊天 就是她在说 他们其实也不太知道说 我学生我女儿好像在学校里面都挺那个 就是就都挺应付的来的 都挺好的 然后呢 活动也都很有兴趣啊 这方面对吧 现在也不想给她定方向啊 然后我们也去参加一些那个竞赛吧 数学竞赛 感觉应该搞点这个硬 硬指标 对吧 那然后其实后来发现这个学生跟她聊了之后呢 跟她了解了之后呢 发现这个学生就是一 素质方面其实没有特别的天赋 就是如果你想在数学竞赛这条路上 现在可能还比较简单 你是可以做的比较好 但是你真的要达到那个后面最高的等级 就是其实挺难的 那所以其实如果这个不是我们主要的赛道的话 你参与一下就好了 也不一定要非得在这个上面反话时间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发现这个学生其实很好强的 就是她是欲强则强的那种学生 所以呢 我就建议妈妈说 你要不要高中选学校 学学校的时候去给她挑一个相对来说 你们当地比较难一点的学校 让她有挑战一些 因为她是可以在经历掉挑战的时候 去把自己变得更强的那种人 而不是那种遇到难就会退缩的那种 所以就是根据这个学生的特点 会有一些调整 然后呢 还最近还跟一个八年级的家人聊天 就是刚才说了 这个学生可能他的学习习惯上有一些弊端 对吧 那七八年级的时候 我不希望进入高中了 我才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到了高中这个问题已经会造成后果了 所以在八年级的时候 如果家长来跟我聊天 那可能有一些什么学习习惯上的调整 那我们可以在八年级的时候 也可以多做一些工作 说帮大家去把这个学习习惯 调整到适应这个高中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学习的过来 就你不要等到到时候都留下一堆烂摊子 然后再来处理发现 哦是这个问题 对吧 那七八年级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 那可能有很多人说 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七八年级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 因为就你真的等到申请记的时候来找我 那我就跟你说你给我什么菜 对吧 你什么料 我就做什么菜嘛 对吧 你再怎么样 你说我也变不出个肉来呀 就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你不管现在是在什么阶段 其实现在开始 我就能根据你现在在的地方 跟你要去的地方 来给你设计一个方案 这个就是申请规划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两个时间点 只要展开讲 还可以讲很多 就每一个年级 然后已经每一个年级会遇到一些问题 规划里面不是说 规划我现在讲的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对吧 正是规划过程中 还是会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这个问题会出现的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展开讲 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的话 我就讲到这里 好的 谢谢可可老师 今天非常详尽的分析和讲解 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可可老师 非常详尽的分析 给大家从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这不同阶段的规划 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思路 那希望对大家在孩子的高中规划当中 有一定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没有什么 Doom 入 Scroll